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們來開始我們的 這個vpython的學習 那麼在學習這個語言 當中呢,我們首先要在GlowScript這個網站上面註冊 註冊完之後,每一次你進來就sign in 就直接 簽入,之後就可以來開始使用 這個網站上面的編譯器,在這邊寫vpython程式 那這個雲端 寫程式的好處就是每一次我們 可以在不同的電腦 系統下,比如說在學校的電腦 或者在你家裡的電腦,在任何一個地方,只要你能夠上網 都可以到達這個網站 繼續你原本在這裡編寫的程式 這是 現代編寫程式的一個潮流 所以 鼓勵同學們在這邊註冊之後 來這邊 這邊練習寫vpython程式 當然 這個網站也教你怎麼樣把 一些 這個vpython的這個 語言呢 作業系統整個灌在你的 PC裡面 你可以 離線來操作 這些 同學們可以透過這個網站的介紹來 來 自己安裝 好,現在呢我們就來開始進行我們的程式的學習 好 通常呢我們做這個學習的時候會建議同學們 能夠同時開兩個網頁 一個呢是 關於程式的部分,一個是在這邊操作的部分 你可以 在這邊執行,然後在另外一個視窗當中來 來 來編程式 這樣的話你就不用一直在switch你的這個畫面 那學習的時候,因為我們在這個 課程平台上面有我們的程式 同學們可以透過這個平台看程式 然後在這邊 把程式copy過來貼上之後 然後來執行 比如說 我把 這個第一個單元要解釋的 Python的物件 它的基本物件 這邊 第一個 事實上是一個程式 就是這樣一個單純的程式 但是我們為了讓同學能夠 清楚的理解每一個步驟 每一個語法的內容 所以我們把它拆成三個小部分 所以 同學們可以看見如果 我單純的把這個程式copy到這裡來 就是這個程式 然後為了 要說明 第一個部分 所以我把後面的註解掉 現在就是這個單純的程式 好,我們就來看這個程式如果執行的話 你可以看見這樣一個畫面 有一個視窗 然後有一顆球 一個 板子 這個板子當然事實上是一個盒子 只是我們做的比較 這個厚度比較窄 所以看起來像一個板子 好 所以 這個是透過兩個指令 一個是sphere 球 一個是透過盒子 來把它定義出的這兩個物件 那麼第一行呢是在vpython這個 環境下 我們呼叫這個環境的變數 整個 呼叫進來 所以只有三行而已 那麼在這三行當中 球的位置 球的半徑 和球的顏色 是透過這三個指令來定義 同樣核子的位置 同樣核子的位置 所謂核子的位置就是它中心點的位置 Size用一個向量 來 在vpython當中我們經常用到向量 這個函數 所以這個向量在vpython當中它有個簡寫 Vec就可以了 比如說這邊 TOR刪掉 然後我們在執行 一樣可以得到相同的結果 所以 你有時候會看見這個程式寫 向量寫 Vec 有寫 Vector 這都是一樣的 這就是第一個部分 好 我們這是一個靜態的畫面 這邊我們要強調一下 這個畫出來的畫面是一個三維的一個繪圖 所以 你按著你的Mouse的右鍵 然後拉動這個畫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三維的畫面 所以 希望同學們能夠 了解這是一個三維的 繪圖 好 接著呢 我們來看 在 我們的課程當中的第二個部分 就把剛剛的這三行之外 剛剛是這三行 這三行之外呢 我們又加進了紅色的這個區塊 在這個區塊裡面主要是由Wire這個 這個命令所帶頭的 所以這是一個回圈 在這個回圈當中 我們要改變 Ball的Position.x 就是球的位置的 X坐標 我要 把它 每一次 加等 V乘DT V在前面定義了 是10的速度 然後DT呢 是時間間隔0.1 我要每0.1秒鐘呢 來把它 來 把它 更新一下它的位置 用10的速度來更新 所以加了這麼 10乘DT 0.1 加1的這個 距離 然後 這個Rate的10呢 代表的意思是 每秒鐘做10次 就是這個回圈 它可能要做很多次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T小於2的話 DT是0.1 所以這個回圈要做20次 所以 表示說 1秒鐘做10次 1秒鐘做10次 我們 這個 在 總共要跑過的2秒鐘之內 我們在1秒鐘之內 計算10次 好 所以 這10次就把它的運動 把它 不停的更新 OK 所以它的位置會在10秒鐘之內 在1秒鐘之內更新10次 好所以這個就是這個 主要的 讓 我們的物件可以動起來的一個 操作的方法 其中最主要就是Rate 你看到Rate 就可以控制它 按照什麼樣的時率 時間的速率來把它 更新它的位置 所以這是一個動畫的一個基本操作 好我們回來看 在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就把 這個註解的部分把它拿掉 同學們可以看見如果我們就把這些拿掉 我們把這兩行先保留 現在我們先看這個 我們可以看見這個球的運動就 過去了對不對 同學們如果眼睛利一點的話你會注意到 最後這幾個動作的時候我們的畫面 有縮小對不對 也就是VPython這個程式呢 它會自動的按照你目前 物件所涵蓋的 XYZ的範圍來 適當的調整我們的 視窗的尺度 讓所有東西都可以融納到這個視窗當中 所以它會適當的調整它的 這個大小 OK 如果你不想要它改變視窗的話 我們還會有 其他的 指令來控制 這個同學們 先到目前先學這個就好 好接著呢我們希望我們的這個 動畫呢可以更有趣一點 就是當球打到了板子的時候 我希望它會反彈 所以我們在這邊做了一個動作就是加進這個紅色的部分 讓球 大於 墻壁的 X坐標的時候 它的速度就要反向 這樣的話就可以反彈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個程式當中把這兩個註解拿掉了 我們再來看我們的程式 你可以看見 它就會有一個反彈的現象 對不對 好這個就是我們 第一個希望同學們學會的程式 我們分了三個步驟來 介紹這個Vpython的程式 希望同學們 學到 三維物件的一個 定義 我們這邊用了球跟盒子 還有很多的 這個物件 同學們呢 可以透過 Vpython的這個help 我們可以從help 這裡點開來 你可以看見 在這裡有很多的物件 3D object 包括剛剛我們講的box 跟 這個 球 sphere 還有ring 還有這個 還有 cylinder 圓柱體 對不對 還有箭頭 arrow 還有 圓錐體 還有 螺線 這個 這個螺線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物件還可以再試 所以我們這邊先 簡單的介紹 如果同學們 要完整的學習的話可以透過這個 help的這個網頁呢 來 做整體的這個瀏覽 好 下面呢我們再把我們 更多的 物件和更多的運動控制把它加進來 在下面這個程式裡面我們又加了一個物件叫做 arrow 箭頭 我們在 這個物理模擬當中會經常看到 運動都是一個向量 所以我們希望把向量標示出來 所以用箭頭 這個物件來標示 箭頭這個物件呢 同樣的 有一個 Position 代表 箭頭的尾端 Axis 代表 從尾端指向箭頭的方向的向量 應該是什麼向量 所以這個向量要先被定義好了 然後當然這是顏色 好 那麼 我們還做一個 動畫的控制就是下面我們要開始做動畫的模擬 對不對有rate 球會動起來箭頭也會動起來 但是呢我們 不要它立刻動 我們希望畫面能夠先靜止一下 讓我的滑鼠按下了左鍵之後才開始運動 所以有個 控制的指令叫 Scene Wait For 這樣的一個指令 好所以我們很快的就把這個程式 Copy 來到這一邊的 這個作業的平台 我們把它 貼上 好 然後我們來Run這個程式 你可以看到現在是一個靜態的畫面 除了剛剛的球和 板子之外呢 我們又多了一個箭頭的物件 好現在我們用 滑鼠來控制它的動作 我們按下滑鼠左鍵它就開始運動 這就是 你可以看見的 那麼在這裡呢 我故意的把時間從2變成了1.8 讓它少跑 0.2秒的話 那麼它不會跑得太過去 所以這個畫面並沒有 重新的 rescale 所以大小沒有改變 對不對 好這是 第一個進化 第二個呢我們希望我們的球的軌跡可以被顯示出來 所以我們先看下面這個程式 在這個程式 我們先 把它 Copy一樣 然後 一樣再回到這一邊這個平台上面 貼上 然後執行 我們可以看見 這兩個球的軌跡就顯示出來了對不對 好我們回來看我們的程式 第一顆球 我們這邊使用了一個 這個畫面的控制 我們這邊有個 autoscale Sync.autoscale 等於Force 我就不讓我的 畫面 不讓我的畫面可以這樣子 重新的 重新的改變它的大小 OK 所以我加了這個指令 OK 好 球 都是走直線的 那麼 一個 是 讓球的 在 第一顆球在X坐標上面 增加 第二顆球在Y坐標上面增加 這個我忘了刪掉了 留在這個地方 同學可以看到 如果 我把 第二顆球的Y方向增加把它關掉 我再 來執行的話可以看見 它就往X方向上增加對不對 好 所以 這個 就是在改變 那麼現在我們因為有了這個autoscale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把 從2秒鐘變成4秒鐘 時間變長了 我們跑的軌跡呢 就會 增加 可是因為我把 autoscale關掉 對不對 Force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因為不改變所以 第二顆球跑出去 就 沒有辦法顯示了 所以 如果我把 這個 關掉 或者我把它 從Force 改成True True 我把它改成True 我們在 同樣的Run 你可以看到 二號球快要出去了 我現在改變了Scale 所以還是看得到它 這個就是 我們在做這個程式的時候 引入了 這個的控制 我們的視窗的效果 好 那麼 我們在這邊呢 也引入了一個 軌跡能夠顯現的一個指令 叫做 Make Trail True 這個指令 可以讓我們的軌跡顯現出來 同樣的在我們剛剛的這個 我們的 我們的Help裡面呢 也介紹了 Make Trail 這裡有一個 Attach a Trail 這裡會告訴你 怎麼樣 我可以有 實現的 軌跡 也可以有點的軌跡 所用的 就是它的Trail Type 如果改成Point 就是變成點的 我也可以 只保留50個軌跡點 然後讓 每個軌跡呢 是每隔10個間隔 抽出一個軌跡點 所以這些都可以加以控制 同學們可以仔細的讀這個 說明來 巧妙的運用 那麼剛剛這個運動軌跡裡面當然我們用了 典型的這個速度 來 加以控制它的這個 位置的一個 運用 所以同學們要常常熟悉這種 寫法 好最後呢 我們希望 這個 有時候我的 物件呢希望它隱藏起來 不用再被看到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要怎麼樣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隱藏一個物件的方法 我們把這個Copy起來 再回到 我們的視窗這邊來 在平台上 我們把 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本來有這麼多球 每一秒鐘消失掉一顆球 有沒有 所以我們球可以讓它不見 OK 所以我們所用的指令呢就是 一剛開始 我有這麼多顆球 對不對 一剛開始我有這麼多顆球 10顆球 這個10顆球呢 因為它的半徑是0.5 直徑是1 所以按照1 0 1 這樣子去排的話就會排成 緊緊相連的10顆球 OK 那麼我每一秒鐘就消失掉第T顆球 第0秒 第1秒之後 消失掉第0顆球 第2秒消失第1顆球 以此類推 就把1顆顆球把它消失掉 這是隱藏 掉一個物件的方法 以上呢 又是我們在這個vpy上的一個 更多的物件 還有它的運動控制 希望同學們 都能夠熟悉這些 語法 比特衣 谢谢大家